2 1 请接牌 因为目前我们招生了25名 其实本局的同仁的小孩才4名 不是很多 但是我们能够服务这个附近的民众的小孩 我们也非常高兴 因为都是我们国家未来的主人 那我们在那个酱宝中心呢 有独立的出入口 那也会在能够设置这个 呃 家长的家长的家长的家长 接送的停车站区 让家长在接送很方便 然后小孩子也很安全 那我想最后还是要忽悠 我们年轻的同仁 赶快结婚 要生小孩 北区国税局职场互助教保中心 是由台湾公共托育协会提供服务 协会强调教保中心跟一般的幼托不一样 会以自主学习社区共生为理念 让孩子玩中学走出教室认识社区 我们不会像外面的私立幼儿园一样 就是教科书或是写字本算数本的教材方式为主 我们会希望设计好的学习空间 暗环境让孩子在里面 可以跟同侪一起游戏跟探索 简单的来讲就是用玩来学 所以这个我有点叫自主学习 那为什么说社区共生 因为我们会希望孩子可以走出他的教室 跟社区里面 虽然我不太知道北区国社区附近的社区环境 但是我相信我们的老师以后 会设计这样的教案 带孩子认识附近的 也许是林匠也许是商家不一定 那让孩子接触社区 了解社区里面在做什么 然后从这里面来做 开发他的能力的学习 教宝中心规划了舒适的环境 还有停车空间 以员工子女有限收拖 第一胎每月只要2000 第二胎1000 第三胎就免费 有余儿就会对外开放 实惠的价格跟良好的环境 让家长相当满意 怎么会知道的地方就是一些 妈妈群组推荐的 就是有 因为现在幼儿园有点难找 所以他们有说 这边有一些机会可以来报名看看 费用上也是相对的便宜很多 成立职场互助教宝服务中心 是希望透过政府跟民间团体协力的方式 提供价格合理而且有品质的教宝服务 共创家庭跟工作兼顾的双营目的 也提供邻近社区便利的托育服务 记者在维一桃圆报道